我想現在譬如說他是一個同事確診 我想如果譬如說再有一些顧客確診 我想就會比較確認到那裡 都會有一個比較重要的群組式的爆發會出現 律師傳染不了 即是說直接未必接觸到顧客 但是他可以接觸到自己同事 同事可以接觸到顧客 另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在一些比較密閉的空間 如果是裡面的空氣流通做得不好 很多時候只是室內的空氣循環 也有機會不能夠排除一個所謂氣溶膠傳播的風險 變成裡面在一些比較小的食店 尤其是一些你容許的客人 食客裡面近距離搭檯的情況 其實裡面那個傳播風險是比較大的 理論上如果兩個廚師有 食客也有 現在那些確診了 或者可能確診的個案 開始急增 其實這表示我們本地的傳染源 其實是急增著 其實這件事都是一個比較明顯的 就是我們因為輸入的漏洞而引致我們產生的第三波 可能就已經發生了 只不過就說因為有一個所謂延遲的傳播期 和我們延遲診斷 可能裡面我們現在都在看一兩個星期前發生的問題 那接下來那幾天的形勢應該會比較清晰 變成這件事我想是 但是市民大眾我想在這段時間都自己都要先走一步 稍微小心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你等政府的政策 一來未必是到位 二來也會有延遲 那其實裡面對那個社區防控方面 其實未必真是說 那麼來得那麼快那麼有效